高雄春天艺术节邀请民众一起来看好戏 希望鼓励年轻一代在这个平台展现能量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代理局长王文翠表示 连续四年的小剧场系列活动 增建计划已补助十三团演出50场 加上每年举办的周边校园讲座及工作坊系列 累积进百场 春天艺术节正港小剧场的系列 其实我们从2016年到2019年 今年已经是第四年 前三年基本上我们支持了13个团队 50场的演出 大概一共有一万多个民众进场观赏 我们小剧场的一个作品 其实文化局在制作小剧场系列的活动的时候 其实我们秉持 我们希望提供给一个新一代的年轻的表演艺术创作者 一个创作跟发表的平台 所以我们拿出全国最高额的小剧场的奖金 来征选全国增建 所以台湾有很多环境上面的问题 我们的选择是走进了海岸 在台湾的西海岸看到了很多工业化之后 对于村造成的强烈冲击 甚至有村庄已经被称为是 癌症比例最高的癌症村 那村子里的人带我们逛的时候 他们介绍村子的方式是很残酷的 他们非常日常的在说 哪里的第二间是我的嫂嫂她得癌症死了 然后哪里的第三间是我谁的谁的小弟 她哪一年的时候得什么癌症 就是他们是用这样子来记录他们的生活 然后村子慢慢的空掉 然后就像变形的鹅啊 富苗的越来越少 而这就是台湾的现况 而她非常的魔幻 但是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蛾爱夜行军主要的道具是一张非常大的白子 在蛾爱与人类的角色间转换 从不同的视角反噬环境的议题 在5月4号5月5号举行表演 十方新闻 过一文许建议高雄采访报导 就是ям 足音订 Harris 人数alar